董卓入京后 他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天下 公元189年8月28日 洛阳城因宦官与外戚集团的争斗陷入混乱 年幼的汉少帝刘扁 被宦官挟持逃出京城 指洛阳城外的芒山 然而就在黎明时分 董卓率领军队突然赶到迅速消灭了 汉少帝身边的宦官并挟持汉少帝 以此为筹码 董卓带领军队正式进入洛阳城 开启了历史上著名的董卓之乱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 董卓不仅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 还犯下了无数暴行 被誉为史书上的大魔王 他纵容军队洗劫洛阳 挖掘皇家陵墓 甚至指使部下随意杀人 将百姓人头当作军功 妻女则沦为奴婢 更令人震惊的是 董卓还毒杀了何太后和汉少帝 甚至对公主和宫女进行了奸引 尽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 董卓是否对何太后做过什么 但从时间和历史背景来看 董卓虽然残暴 但大概率没有对何太后实施过暴行 至于后来小说和电视剧中的相关情节 很可能是后世杜撰的 这段历史的起点是董卓入京 在此之前 洛阳成为的外妻 宦官和士族 三大集团为争夺权力而争斗不休 董卓的到来 强行镇压了这场叛乱 但他的统治 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 权力的争夺和滥用 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 我们应该警惕并努力避免 为此事件的发生 洛阳成暂时恢复了稳定 但董卓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 他的军队数量不足 董卓入京时 只带了三千人马 而他在京城外的军队数量也十分有限 最多只能从山西再征掉几千人 演艺小说中提到的 董卓在梁州 有几十万大军 一日之间就能抵达京城 这纯属虚构 实际上 梁州距离洛阳上千里 即便梁州能养得起几十万大军 要在短时间内 将他们成建制地运到洛阳 也是不可能的 董卓虽然出身于梁州 但在进入京城之前 他主要在山西工作 他的嫡系军队也是在山西 河北一带 镇压黄金军事 逐渐聚集起来的 因此 董卓入京时 他真正能指挥的军队 数量非常有限 面对这样的困境 董卓需要找到一种方法 来控制拥有几十万人的洛阳城 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策 每天晚上让自己的军队 悄悄出城驻扎 天亮后在大张旗鼓地进城 这样操作了四五天之后 城内的人 开始对董卓的军队数量 产生了恐惧和忌惮 同时 董卓也趁机收拢了京城内溃灾的军队 很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他联系了吕布 刺杀了丁元 接管了丁元的军队 当这些事情都完成后 董卓才真正掌握了 洛阳周围的所有军队 也有了足够的底气 去谈废地之事 请注意这个时间差 在《后汉书》中明确记载 董卓用了至少四五天时间 秘密调动军队进京 以增强自己的声势 据史书记载 董卓在8月28日凌晨 遇到汉少帝并带他入宫 8月30日 董卓召集会议 讨论废地事宜 9月初一 董卓正式废除汉少帝 紧接着9月初三 董卓堵死了何太后 这意味着 从进入京城 到独死和太后 董卓只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 在这短暂的六天里 董卓不仅要指挥军队 夜间秘密出城 白天则大张旗鼓进城 还要迅速接管皇宫周围的防御 并整合溃散的军队 同时 他还要开会进行费力皇帝的仪式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这么多任务 董卓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因此 从时间上来看 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 对和太后采取任何行动 此外 当时洛阳成位的士族官员 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虽然他们可能无法直接对抗董卓 但他们的影响力遍布全程 如果董卓真的对和太后做了什么 这些士族官员 这些士族官员不可能一无所知 如果他们知道了 虽然他们可能不敢直接反抗 但在正史上一定会有相关记载 然而 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制 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史书只提到董卓入京后 迅速废除汉少帝并堵死和太后 这次废地事件成为董卓暴行的开始 此后 他一方面听从谋士的建议 大力拉拢地方士族官员 另一方面 他开始纵容军队大肆劫掠 他个人则霸占了皇帝的后宫 史书上明确记载 他兼乱公主 欺略公人 同时 董卓还放任军队 抢劫洛阳成位百官的府邸 后来 那些反对董卓的士族 及其留在洛阳的家人亲眷 无一幸免 全部遭到了董卓的处决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为了抵御诸侯联军的进攻 董卓草率的下令 将整个都城迁往长安 然而 他对这一迁都计划毫无准备 只是随意发好使令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洛阳周边近百万民众 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 在迁徙过程中 无数百姓因缺乏食物而饿死 或被士兵掠夺 这些暴行 让百姓对董卓深恶痛绝 几乎得罪了天下所有的人 无论是地方上的施加大族 还是底层的普通百姓 都对董卓怀有刻骨仇恨 因此 后来才有了诸侯联合 讨伐董卓的壮举 董卓死后 他的暴行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 最终 他被众人点燃天灯 以示惩罚 如果董卓在进入洛阳后 能够仁慈一些 好好治理洛阳 安抚十足 那么东汉末年的历史 或许就会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